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的就是房地产 台湾的钱的烟角木 这句话好像十几年 二十年前听过 二十年前 资金持续的回流到台湾 很多人就是外资 就是自己的可能也退休了 还有股市又涨了 那流回台湾钱对桌 就是不管就是到房地产 另外就是到股市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我到底要怎么投资 那昨天央行意外的宣布了 升息半码要打通膨 所以呢很多人就很担心 半码啦半码还好 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讲过 半码对于小资族来讲差很多 如果你才刚买房子 你贷款了一千万两千万 你一千万一年就要差到 八千多块钱 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 就是房地产的专家 张新鸣老师 老师你好 赵琳还有各位全国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其实你比较熟悉啦 因为我们现在有live直播 对不对啊 就除了这个广播之外 我们大家可以打开 这个中广的i like radio 或者是说夏云芬的 理财生活当中呢 可以看到我们两个 可以看到张老师 对对对大家好 每次因为直播就有settle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看 即将就要到3月29号的 这个档期 329算是一个很大的档期 每年329是一个很重要的 到底329的档期怎么样呢 这听说推案量啊 北区就创的大概有三千多亿了 对对 今年329档期 看起来还是会用三个字形容 抢抢棍这样子 因为我们本来在去年 928档期的时候 应该也有一些建筑业者 他们本来已经都 可能都已经准备就绪 想要推案了 可是呢又担心 就是说这个总统大选啊 立委选举啊 来搅局 所以呢 有些就是把那个脚步 晃满 晃缓一点点 然后再观望一下 结果呢 1月13号的选举 就平和落幕了嘛 所以呢 他们现在这个年度的新档期 就是329档期 当然一定他们会冲一波这样子 延后推案 反而那时候是担心 现在感觉说 还好我延后推案了 因为现在呢 股票涨了 对 又更加 又让大家购物者 更有信心这样子 对 可是呢 我们如果看到台北的新案 说实话 就我们一般的小资族 我们不要讲什么 什么有年中奖金 中间的奖金 年中奖金的朋友们 他就是这样子一个薪水族嘛 那薪水族来讲 其实去年买跟今年买 好像又涨了一些些了 是 好像永远都追不上房价 对 对 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想说 自住者 他们现在面临到的一个困境 就说大概只有两个选择吧 一个就是我说躺平 我就不管了 躺平租 你怎么涨 我就 反正我就租房子嘛 那我也不用去担心房贷 我也不用担心 会不会缴不起的这种风险 那这是一种选择嘛 但是比较消极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市场认输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那竟然都没办法追上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市场的涨幅 那 支配款也够了啦 反正就认输就买吧 那我觉得这一波 待会我们会谈的央行 也有一点认输的味道 三年前认输会比现在好一点哦 对 三年前认输跟现在认输 那个房价又不一样了 当然 就是就三年前的话 可能 到现在可能又涨了至少两成 两成 每个地方可能台北市相对比较少啦 可是至少两成跑不掉这样子 所以真的对小支组 或是说上班组要去负担 真的是非常的沉重 对而且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新闻 这个跟老师分享一下 其实你可能也有看到 就是那个南科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安定的那个临近的农地就飙涨 他们就飙涨以后 他们就卖了地 卖地之后 他们也不知道投资什么 他就放到农会里头 农会里头听说亿万富翁就有150个 农会压力也很大 因为农会拿那些钱 我拿那些钱要做什么 就支出利息啊 他可以不要收吗 有没有可以吗 当然他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银行 他们也是有那个内归啊 大额的就不收 如果大额的利率低就对 对而且有些是不收的 就是你要 你如果说 这超过五百万 你可能要把它切成两个 这样子 放在不同的银行 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是一个就是说 银行很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钱满为患这样子 所以你看啊 他们说两分农地 就可以变亿万富翁 两分耶 对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看到 最近有一个新闻消息吗 就是说 这个台积电要到那个 加科 就是嘉义科学园区 菩子那边 对 然后太保加菩子 对 然后呢 就有现在市场上喊出 就是一分的地就要三千五百万 一分地就要三千五百万 三千五百万你说两分的话 他这边那个价格 应该已经已经有这个台积电 在那边了嘛 在那个周遭 所以呢 他可能两分地 这个凑个一亿 应该也不是很困难这样子 所以呢 这几年来 确实我们造就了很多的 这种亿万富翁 不只说这种所谓的台积电效应 实际上政府在各地区的一个重化 那些土地的话 我们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 叫做所谓的点土成金 过去可能都一文不值啊 可能大家认为说 这个地方是农地啊 农地 或是说 这个所谓的鸟不生蛋的地方 可是呢 一经重化之后呢 马上呢 这个翻倍的上涨 加上如果说跟建商又有合建的话 哇 那真的都是 一系都变成亿万富翁 这样子 我是 我是没有地 但我想到小时候就是玩大富翁啊 就是 第一圈要先买地嘛 对 第二圈要盖房子嘛 盖房子 我常常就是买了地盖了房之后就没有现金了 那过去就还有过路费 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很害怕 不管是在投资地 或者我们回到了一般小资组投资房地产 他们都很害怕自己是最后一个老鼠 或最后一个 那道理是 完全没有办法知道 可是我觉得这一波比较吊诡的地方 就是说 他们现在几乎都是首购年轻族群 他们没有看过我们以前那个所谓的房价崩跌的时候 所以呢 我常常讲说现在你在跟他们coken 要讲他什么 要有危机意识啦 要担心房价会不会跌啦 我觉得这个叫做下重育兵啦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而且他们 刚刚我还跟这个老师讲说啊 我那个年代当中买一个房子 利率是9点多趴的 有时候还有到12 13趴 所以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利率低嘛 太低了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央行就无预警的调个半码给你看一看 所以我说要这个央行调升半码 我觉得还可能某种程度来讲 比较跟贴近市场来看的话 还是不够啦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动作 有两个意涵就是两个错 第一个错估行事 第二个呢跟市场认错 这个也是刚才提到 他也是跟市场认错 他觉得说这个房市真的 当初没有像跟美国联准会这样升息 所以呢现在不得不再赶快 不升息这样子 所以就是当国外联准会可能不升息了 甚至呢像是这个欧洲 都已经降息的状况之下 台湾完全是相反的一个状况 对变成就是我们变成是相反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的房市跟股市 还有就是一些热钱 这个这些情况都还是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岸的风向球 就呈现了三升一瓶两降 那三升一瓶两降就是来客数 平均都走升 然后呢溢价成交组数下滑 然后新陈屋呢持平 就是没有办法溢价啦 对溢价就相对比较 那个卖方还是蛮坚持的 卖方市场 对啊现在卖方他们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成本还是很高 不管是原物料啦或是人工成本啦 加上又要开成探费啦 这些呢多当业者 他们可能也有所谓的不可承受之重 那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说他们面对到市场上一些 这个所谓的年轻族群想买房子 在跟他们哭穷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都会就是 这个使出一点就是 我们也很无奈这样 是不是买新陈屋会比较好 或者说买一个那个新古屋 就是可能三年到五年的 然后这个因为你现在建筑成本也高 人工也高 他当然就要反映在他成本当中 没错对对 所以赵婷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自住的话 现在买预售屋 他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较高啦 那而且呢你讲的这个新古屋 他都已经盖好了 搞不好都已经有人进住 你可以去亲自去验证 就是说他到底这个社区管理好不好 然后这个大家的素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更不用担心说 这个房子会不会盖不出来 他已经长在那边了 他已经盖的品质是什么 你都可以亲自去验证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所以买房子还要买品质 还要买邻居 很重要啊 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待会继续聊 林又嘉所带来的歌曲 你想不想买房子呢 谁不想 来欣赏这首谁不想 2点20分咯 我是赵婷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的就是 趋势 房地产的趋势 不仅是北部啦 大家可以看到全台湾都好热 对都很热 我有个朋友啊 我觉得哇真的 我觉得他运气真的很好 因为他比较早结婚啊 他就是小孩子 比如说他小孩在台中念大学 他就去买了一间 但他不是买小套房 大概就是两房一厅的 那他儿子呢 就是在高雄去念书 他又去看了一下 又买了 对他又去看了一下环境 因为他就觉得说 那个住在那个宿舍 跟他如果买个小套房 差不多 他又买了 他后来第二个是买小套房 所以他台中有个两房一厅的 高雄有一个小套房 然后台北有一个房子 然后他就默默的孩子就 就大学毕业了 变成他是变成他的资产了 就变资产了 对啊 而且又增值这样子 可能当初买的那个机器都还比较低 对 然后台中这几年来涨幅非常大 真的很惊人 以前我印象中的北屯地区啊 几乎很长一段时间 几乎都一字头 现在都已经飙到三字头 看到四字头了 这个不是说各单一的现象 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所以之前台中市政府地政局在标土地 不是内政部也说 啊你们不要在标土地了 这个会助长地价房价 请台中市政府 我们的这个卢秀苑市长 先hold住 先hold住 稍安物照 可是我们的这个卢秀苑市长 也不是省油的 等说我们这个 重化都有很多的成本 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土地卖掉 到时候银行呢会吹缴利息啊 本金啊这部分 所以呢他们也是 本来有两百多亿要标嘛 所以结果标出了大概八十几亿 这样子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重化的地方是蛮好的 就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因为这一波呢 那个清安房贷的利率嘛 对 就是这个很多人 因为清安房贷利率比较低 然后年限比较高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会去买房子 他们喜欢重化区 年轻人不喜欢旧房子 没错 年轻人喜欢漂亮的 然后里头呢就是 要有很多公社 有公社 然后有绿地 然后有健身房 可能还有游泳池 然后小孩子可以在公园中间玩 你知道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对 我以前也是在应奋的节目里面提到过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说 游泳池是一个好像是最废的公社 对 可是呢对业者来讲 他们是不把它当成最废的公社 他们说只要有游泳池 年轻人都会重 梦幻 对 对 而且可以去跟这些同财啊 邻里亲戚啊炫耀说 你看我们这个社区有这么棒的中庭花园 有这么棒的游泳池 哪一天来我们的社区参观这样子 其实我也很想要买个游泳池 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梦幻想法 我有梦幻 但我真的还不会游泳 而且我觉得我如果搬过去的话 我一年大概就是去两次 就夏天的时候去玩一下 对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他是在那个网路票选是最废的公社 最主要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 哇真的很棒 真的很梦幻 真的很棒啊 对可是呢 过没多久 大家就面对现实了 也是认错了 就说 你那个换水 一大笔钱 然后要请个救生员 然后再来就是你讲的 使用力不高 使用力不高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性质薄薄 可是到过没多久 就大家都没有再用了 我是没有想到 对还有救生员 然后管理费 管理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有些豪宅的管理费 你最近看新闻就可以知道 有的时候是比我们月薪还高 十几万 对不对 这个是很惊人的 很惊人的管理费 对没错 就你买得起 你不见得能够持续的 可以这样子住得起 对我之前也跟一些学生开玩笑 就是说 我把一个地保丢给你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哇很好 可是你去想想看 那个每个月的管理费 像你讲的 然后再来就是地价税 房屋税 这样交起来的话 可能都比像你讲的 比夜薪都还高 对比一般小 所以一个一般小资组养不起的 是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要住公寓嘛 对不对 那刚刚也跟这个张老师有谈到 就是说公寓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些小资组就觉得 没有关系 我要挑地段 先求有再求好 我一定要住在当趟 所以呢 我买五楼的五楼 因为我还年轻 我还可以爬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慢慢再换 总是要有人买嘛 但是最近这个老公寓啊 有一个老公寓 台北的老公寓 突然坍塌 对在文昌街 因为它是 它里头还有一棵树 就是它因为没有人住 对没有人住 对光会在那边了 因为有树 其实真的很难讲 因为你树是扎根下去了 那个整个结构 就会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买个公寓 然后我们又想在天龙国 或者是 不只是台北天龙国 台中也算是天龙国 竹坑也是天龙国 现在全台湾都是天龙国了 那我们在屋林上头 要怎么考量 到底公寓跟这个 电梯大楼 电梯大楼还有分大楼跟滑项 对没错 先讲公寓好了 OK 基本上我们大概刚才赵婷 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年份 什么样的一个屋林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会以所谓的九后一大地震 1999年那时候为一个分水岭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这样来做区分呢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九后一大地震算是这几年 近20年来最重的一个这个地震 那所以呢 大家过去九后一大地震之前呢 我们政府没有考量到 就是说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 所以呢 相对来讲 对建筑物的安全 房证的这一部分的系数的要求 没有像现在这么高 所以呢 在1999年九后一大地震之后 政府才修改了相关的一个法令规范 就说你现在开始盖的房子 你都一定要用比较高的标准来盖 所以这个部分变成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找 这种所谓相对比较老的房子的话 这个大概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那当然也不是说 这个九后一大地震以前的房子都不能买 要买这个试剂就对了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发生的屋灵真的很旧 而且是在九后一大地震的话 那你也想买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去做一些 所谓的安全评估这样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继续的来聊 马上回来咯 2点30分咯 你今天所收听的是理财生活中 我是代办主持人赵婷 理财生活通 今天现场的是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 那老师我们刚刚有讲到嘛 就是说有分公寓电梯 还有华夏 1999年之后 因为920大地震之后 可能对于建材 对于规格 然后对于那个安全性 安全技术的要求 都相对比较高这样子 所以这样就是要买20年内的 会比较好一点 相对来讲 那刚才提到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旧房子 老房子都不能买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 刚才提到那个地点 location 它真的是在downtown 然后呢 这个又有学区的效应 周遭又有很多公园绿地 那觉得说 这个一个是应该居住的好地方 那可是呢 它就是缺钱就是公寓 然后刚才也许是四五楼 那乌林又相对比较旧 那这时候的话 就是可能你可找个结构技师 或者去帮你做个评估 看看这个它的结构上面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可不可以补救 那这样的话 这种房子还是可以住的 如果说可以补救 那还是可以住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 前几天也有看到一则新闻新一集 就是说这几年在石下登陆上面 台北市也有成交这个90岁的 100岁的老房子 他是不是90岁100岁 他是要买他的地吧 对 有些应该是会买地 那有些可能就是暂时可能出租这样子 那我知道说像在士林那边 就真的有一个是 你讲的他的那个房子已经 屋况都已经很破旧 没有人在住 所以买的话基本上就是买地 未来可能是有重建 或是说跟林地在振合这样子 做都跟围老重建这样子 其实这个围老重建呢 也是一个课题啦 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觉得说 我要一瓶换一瓶嘛 甚至呢我一楼跟顶楼都不喜欢嘛 为什么呢 因为顶楼可能后头上头加盖 那一楼自己有停车位嘛 那有时候感觉上一瓶换一瓶 又不太可能了 因为比如说我10瓶 我当时我公寓我是40瓶 我换40瓶 可是我因为有公社啦 有电梯有车位 所以我40瓶里头可能28瓶 26瓶 是啊 可能更小 对没错 但是但是围老还是要进行的 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些很多的困扰 而且刚刚有跟老师分享 我说我们家那边很多的围老建筑嘛 它就分两个趋势 一个呢就是我看到我们的邻居 他就是已经在外头搭那个电梯了 弄了很久 因为他们可能看了一圈之后 觉得还是住在自己家最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现在租屋市场也很难找 尤其是这一批如果都要重整的话 其实有很多租屋的需求 对对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也有一些这个老公寓 政府像台北市或新北市政府 他们都有鼓励你去做这个所谓的 这个加装电梯的这样的一个补助 那补助可能有些可能一两百万都有 那只是说有时候这种老公寓要加装电梯 确实会碰到一个问题点 就是一楼刚才提到的 我这边可以停车位 你把我当成那个所谓的梯间的话 我那个停车的空间就缩小了 那再来的话呢 一楼说我也不用不到电梯啊 你干嘛这样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注意这样子 所以呢二楼也会这样讲 反正我跑一个楼梯就上到家里面了 所以呢这个在整合上面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你讲了说 你们那边民生社区那边有这么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觉得可能邻居上面大家都会有互相体谅 这个是很不错的 因为住了三四十年都是老邻居嘛 什么妈妈什么伯伯啦 但是我刚刚讲到就说 其实是不是要加速的这种都更 可是都更好像有一点难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讲都更不是完全拆掉改建 他刚刚还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加装电梯啊 或是整建呢 就是说他去把它做一个拉皮 或是说加装电梯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或是说再加强他的结构的安全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那不一定说要全部拆掉 那现在面对的就是说 台北市现在也是 如火如土的在进行这个围绕跟都市更新嘛 所以呢这些房子拆掉的时候 住在里面的人怎么办呢 他还是要在外面先暂时的租房子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有照庭观察到的 就是说现在租物市场上面 他的一个现货供给相对是比较吃紧的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发现就是说 为什么台北市只要有好地段的房子出来 马上大家都抢着要这样子 就是他本身出市出的供给量就不多 有的人他不愿意市出 他可能就是在租物市场去 所以呢那租市场又 有这么多强劲的需求 造成了整个市场供需 事实上是比较不均衡的 而且老师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讲到房地产啊 就是有一个趋势 有些朋友把房地产当成是资产 然后他也不 我有看到几个朋友 他也不租 他也不卖 他就把他放着 那这些人好像还蛮多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对这个是我们在市场上也可能 我自己也常碰到 有这样的一个人 他们会很那个大气的跟你讲说 我们买房子就不是要卖的啊 可是他也不想出租 他就放在那边丢在那边 那这个心理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觉得说 他们真的是钱很多 然后呢他觉得说 其他的投资工具 对他来讲可能都是不稳定的 或是相对风险比较高 我买一个房子就放在那边 我看得到摸得到 那可是呢 为什么不出租 他出租他会担心 好好的一个房子出租 到时候哪一天变成凶宅 那我不是又资金又被卡死 或是说这个房子又减价这样子 所以对这些真正的有钱人来讲的话 他某种程度买房子 等于是在收集一种 所谓的艺术品 或是收集一些 收集包一样的感觉 就是包放在那边 可是你都没有什么时间用 可是现在就是我们讲的 7月1号要实施这个屯房税2.0 某种程度会逼出一些 这样的一个客源这样出来 这样的一个货源就会出来这样子 那当然会有多大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慢慢感受到 有些人开始在做布局了 就是说他会 因为你只要手头只能有三户是自助的嘛 所以有些人开始会盘点 就说 老师你这样讲 我跟费荣两个人都要流眼泪 手只有三户自助 三户就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是政府的那个啦 这个所谓的那个张胜合条款 我们以前的财政部部长 那立华人问他说 我们可以有几户自助 他说三户这样子 好啦 就是一人一户啦 有人小家庭就这样子 对对对 那现在他们就有这么多户的人 他可能就会开始盘点说 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没有发展潜力 那我们就先把它这个卖掉这样子 或是说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这样子 所以屯帆税后面呢 我们还要继续的做一个观察 如果说你真的想买房子 其实可以看一看 多看一看 当然喔 这个除了买房子之外 很多人就会害怕 资金如果大回流 那有些就钱不知道怎么办嘛 我就只能到房地产了 很多的小资组也会很害怕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机介入会比较好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还是讲一下这个 对不对 好 这个 两点听运分 理财店家分 两点四十分咯 我是赵婷 不管你有没有房子 或有没有想要买房子 我们还是要知道 台湾房地产的一个趋势 好久没有讲到台湾前烟角木 这个真的就是张欣妙凶 真的二十年前有这样子讲 对没错 台湾前烟角木 对那这几年来 比较没有那种在这个说法 那个应该是破万点的时候 大家都 叫12682的时候 12682 然后呢 在股市房市会市 还有什么六合彩的时候 那个年代 很多的电影都有在讲嘛 就是大家就觉得 哇 那个资金的流窜 那现在其实我看到资料来说 资金这个也要回流不动产 这个其实也是有个前因后果 对没错 8月份要解禁 台湾3000亿的闲钱会投 再次到房市 恐怕会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好害怕 我们连30万都很难存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央行 为什么会升息 毫无预期的升息 我们看到有些报纸说 升息是一件双雕 事实上我觉得它一件素雕 素雕 对它真的是 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两个目的而已 就因为市场上 这个资金太多了 它某种程度升息 是可以把这些资金 回流到金融体系的 就是说现在 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 这几阵子 这个ETF 那种00940 哇 这个一幕集就1700多亿 那真的市场的资金太多了 虽然央行说还好 占这个投资的2%3% 对可是我觉得 但是它还是很多人解定存出来 就是因为它看到了就ETF 可能它比把它放在定存 还要来得有更高的获利 那央行升息的话 这部分可能就可以让这些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或是还在想的人 他会把资金放在这个定存 不会说再去市场上去做一些 可能风险比较高的投资 但是基金投资并不代表没有风险 对呀没错 所以请享悦公开说明书 而且最近这个00多少00多少 这两天一直在跌 今天也都还在跌 对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那有些人根本没有做过股票 或者没有买过ETF 就是一些小白嘛 他一进去说怎么跌了 因为其实像申购的话 像之前的00多少15块申购 他一上去的时候 他可能会跌破15块 其实你在市场上买也是可以的 对没错 所以自救会也都出来了 那不过回到你刚刚讲到 就是说因为央行这样子 一箭多雕 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他也是看到刚才你提到 就是说有3000多亿的这个资金 可能会在这个房市上面存动 那这3300多亿是哪里来的 就是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因为中美的商战 那时候的话很多台商也觉得说 不如归去 就把工厂关掉 把钱带回台湾这样子 或是在台湾再扩厂这样子 那这些前线在哪里 所以那时候也吸引了3300多亿的台商 真的回流 但是政府也担心说 哇这么多的台商资金回流之后 会不会就真的是都跑到股市 跑到房市 所以政府那时候有一个 等于是个约定 就是说你们这些资金 这个五年之内不能投入到房地产市场 所以呢这个 这五年的期限 即将要结束了 所以这3300多亿的这个所谓的资金 即将要毕业 可能会在市场上这样子 张老师他有个约定 他会有监控吗 监管吗 对对当然啊 所以他不能够投 他当时就不能投入房地产 也不能投入股市 他只能做什么定存 他等于就是说 他可以做其他的投资 其他投资 你可以开餐厅啊 但你不能买房子 你不能就是买 做一些投机性的 你要做实质的投资 五年啊 对五年 那如果这些都 他没有再去做其他的投资 这五年的这个 即将在今年8月份 即将要解禁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央行刚才提到 他也知道这些讯息 他也知道这个8月就要解禁啊 所以呢 他就是说担心这些资金会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所以他把可能把利息升高 也许这些资金又会再放到这个定存里面去 那这个老师你的观察呢 因为这种台商进来三千多亿 他不会跟我们一样去抢一千多案的房子吗 我觉得 他应该是买个三四亿的房子吧 其实我们看到台商这几年来 在台湾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都有在琢磨 他们也都一直有在买一些 你讲的可能是相对比较高 中高价的这个房子 那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那种所谓的豪宅型的 很多都是什么公司行号在买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大户 他们不要用自己的名义买 一来就是不会让家用法人在买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已经陆续在琢磨 那如果说这些三千三百亿有解禁的话 他们应该也会把部分的资金 放到房地产市场 所以央行就担心 这个所谓的风水一放出来的话 会有一点决体的这种情形 所以看起来呢 就是我们真的资金很充裕 不需要印钞票 不像美国这样子 只是说我们这几年来都没有再讲这一句话了 因为真的已经有人讲说不是 因为我们这历历就是历历在目 就以前的那个整个都是有一个想象 但是我们回到了小资族来讲 刚刚一直讲说 调生了伴马嘛 那对于很多小资族才刚买房子的朋友 他其实这么的也不太懂 有时候可能也是被父母说 哎你们两个呢 就是不要当躺平族啊 未来你也不想跟公婆住嘛 就自己出个自备款 然后给你买个房子 但这个利率变高了以后 他们压力好大 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会杀出来呢 你的观察呢 呃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的利率 如果说以这一次生半码来看的话 一般的这个房贷利率 我们不讲那个新清安的啦 如果说一般的 就是大概会在2.185左右 2.185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跟还没有升息之前的话 如果1000万来算的话 大概一个月会增加600多块 对 大概7000多块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某种程度来讲 如果说你有一个正常的工作 而且相对比较稳定的话 应该还不至于说会缴不起房贷 所以我们刚才私底下也跟赵婷提到说 一般我们市场上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这个绝对利率要 可能就是房贷利率来到3个percent 才会真的逼出这些 可能就是说当初可能是真的买不起 或是用我们讲的垫脚尖去买的人 他到时候才会有这种压力 要释出这个房子 好所以现在是2点多 2.185 到了这个3%还会有好多好多码 所以其实说实来话 央行也蛮厉害 在这个股市会是中间的平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是我们一般小资族 其实我们也不要懂这个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自用 跟你投资就是又一个不同的角度 大家去评估一下 你觉得有房子安定你就买 如果你觉得限太高 其实就可以斟酌一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2点50分咯 今天理财生活通呢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房地产的专家张熙明老师 那张老师我们继续来谈谈329嘛 即将到来的3月29号 其实就下个礼拜了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观察呢 是 所谓的329档期 其实上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不是说真的329开始 才算是这个档期的开始 基本上大概是这两个礼拜到可能到4月 这个4月底 这都算是一个档期的概念 那以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周休二日嘛 所以呢 他们只要碰到这种329档期以前又放假嘛 所以呢 他常可以有一些国定假期就可以连结在一起这样子 比较有机会让他们做促销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虽然说已经都有周休二日了 可是他们在习惯上面也并且就是一个推案的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会比较集中在这个时候来推案 那这样的话 打广告啊 或是大家促销啊 会比较有那个力道 或是说那个power会比较大一点点 如果在预售屋的卖场当中 以前真的很夯哦 这个拿个麦克风 有时候你成交他会把麦克风给你 六楼四号 恭喜赵婷小姐成交 大家就拍手了 然后贴一个红包袋 对红单这样子 然后这样感觉好嗨 对没错 而且就是说你还没有买的人 你就会感觉上说 哇好像一户一户都卖掉了 我还不赶快下手 到时候买不到这样子 就是哇六楼已经被他买掉 怎么办啊 所以这个也是某种层次的 某种层次的是一种所谓的饥饿行销 这样子 让你这种现场的氛围 你会感受到 哇热血分腾这样子 赶快下手 赶快下手 所以这个也是业者在销售上面的一些伎俩 那今年39刚才赵婷也就提到 就北部地区大概就有三千多亿 所以基本上量不会少 量不会少 那所以大家会比较担心 量这么大 价降不下来 价也降不下来 就是刚才建商的一个 我们提到的他的心里面 因为这个所有的成本都在涨 然后再来就是下个月 店价又要涨 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不管是理由还是借口 就是说你看店价都涨了 你看我们这个房价怎么可能跌呢 所以这个部分在整个329档期的价量上面 就可能你说要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房子 我想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现在很多建商会不会觉得说 没关系卖不完我就慢慢盖慢慢盖 我盖到城屋 反正我比如说卖了70% 我其实成本钱已经拿到了 我后头城屋搞不好卖更高 这个也是现在这两年来的一些建商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因为这个成本在不断 那个涨的时候有时候涨得非常快 那他们可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卖的这个房子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估到这个成本涨这么高 所以呢我碰到有一些业者 他们常常就说 卖的越快赔的越多 因为他有没有知道人力成本电力啊 然后建材啊 对不对都涨了 所以他们其实成本也变高了 对好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台北地区的话 大概就是台北市大概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 这边大概北市科还是这个推案的一个重镇 因为他这边比较大的树地可以开发 而且呢那他的那个容积都蛮大的 现在房价也普遍都占上了 有些都已经占上一百万了 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说 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边不是所谓的蛋白区吗 他都能够占上一百万 真的他也是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这样子 对那这个部分 大家就看看他后续的销售到底如何这样子 对那新北市当然更不用讲 新北市的推案大概还是集中在 听说永和推案也是很 也是有上百万也有上百万的 然后可能像板桥的这个江翠北册 然后新店的阳北重化区 还有他的艺文什么区 对对对中正艺文特区这些 都可能在那个是桃园中正艺文特区 那个板桥有个什么艺文 什么四五六多少 那个是在那个江翠北册 江翠北册 江翠北册 江翠北册比较靠 那边也都是大概含到五十六十啦 对对那现在江翠北册大概是零 零和的都已经到七十几万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 在推案上面或是需求上面好像 感觉上都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那桃园刚才赵婷有提到说桃园的话 基本上他是国内工业 所以工业区还有这些科技园区最多的一个地方 对对 所以他的就业机会相对比较多 相对比较多 当然艺文特区那边已经站稳了 但他有一些重化区 对像中路重化区 中路重化区算是还是在这个市中心里面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小块西 小块西 金果重化区 这些呢都是这几年来推案都还销售不错的一个地方 可是现在又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黑马 这个串出来了 就是在那个所谓的大园 对最近就是看到在炒大园 对对对他有一个客运园区 客运园区 客运园区 有些人说啊大园客运在卖房子吗 不是他是一个在大园的一个客运重化区 那他离市区近吗 相对远的很 所以那边房价相对便宜 他便宜的很多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需要就买了 对对那如果是在那个周边工作的人 因为那边也蛮多工作机会的 观音啊或是大园啊 大园机场啊这边嘛都有很多工作机会 如果是你在就近工作的话 还是可以不错的一个选择这样子 哇好这个这个地方 桃园桃园嘛 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说新北市还有很多的边陲的地方 你看像是都没有提到像金山这些地方 他就相对稍微低一点点 因为金山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土地开发 都是老旧的公寓 对老旧房子 那他那这两年来 他有一个小小的重化区 那也曾经标售够土地 可是拿到土地的人都还没有推案 所以呢这是土地要开始有建商推案的时候 他才会产生点火效应 那这个才才会让他注意到说 啊这边有房子在卖哦 那他的房价这个所谓的订锚的在什么样的水位 没有的话像赵婷提到 他现在大部分都是中古的房子 那些中古的房子没办法比较强的带动效应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说实话就是各地都在长 就像刚刚老师讲到台中 台中也是如此 台中也是长得非常准 那如果说很多人讲到去台中念书的话 他有没有一些稍微可以就是居住 然后比较朴实的房价呢 他的落在哪里呢 对因为台中自从这个升格之后 七七八七九七十七 现在到十二吗 对十三十四 十三十四十三对对对 在上次就是在上之前在标寿的土地 就在十三十四起啊 对啊 那个地方都很棒 那个土地都很漂亮 我十三起去看过了两次这样子 听说沙路也长了 沙路也都长了啊 沙路那边比较靠海线的 过去大家都觉得说这个 风头水味 在台语讲说这不适合人住的地方 可是这几年来 特别是因为在海线有一个outlet的 然后加上在这个海线又有一个重化区 又大的建商 在那边造证 所以呢整个房价刚才提到 他产生了点火效应 那边的房价也都长了 因为他地比较大跟台北不一样 所以他要造证是比较容易的 对不对 然后一造证起来的话 年轻人就喜欢 为什么就是看起来漂亮嘛 对 心情很好嘛 跟着女朋友手牵手走在那个路上 然后去outlet逛一逛 对没错 感觉不同 感觉那个feel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也就造成他们在销售上面 都非常好这样子 对 好所以呢回到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要多多存一点钱 大家努力赚钱吧 但是有需要再买啦 就是说除非你是以投资的角度 可能又不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工作那边 像我一个亲戚 他就是在住在买到杀戮那边 因为他从台中到杀戮他都觉得有点远 所以这是很棒的 好谢谢大家喽 我们下次见 ed it b